兰州受研所步病事件复合确认阳性3245人,8人被处理。 9月15日,兰州市卫健委发布了兰州受研所步鲁市军抗体阳性事件处置工作情况通报。 据通报,2019年11月28日,兰州受研所步鲁市军抗体阳性事件,截至2020年9月14日,累计检测21847人,初步筛出阳性4646人。 省疾控中心复合确认阳性3245人,2019年11月28日,兰州受研所步鲁市军抗体阳性事件发生后,兰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部署,第一时间成立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荣灿任组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伟文任副组长的兰州受研所步鲁市军抗体阳性事件属地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一半六组。 制定兰州受研所步鲁市军抗体阳性事件属地善后处置工作方案,和兰州受研所步鲁市军抗体阳性事件涉及人员补偿赔偿方案,全力开展属地善后处置工作。 制定兰州受码